冯盈盈 刘沛月 周一伟和许文轩 这天一起为全新一季《都节有问题》录影 当天还是盈盈生日 节目组就为她准备了生日惊喜 送上她最爱的巧克力腹肌蛋糕 不过惊喜不止一样 原来Moon也偷偷地准备了另一个蛋糕送给盈盈 就是他们很有我心准备了蛋糕 还有就是Moon也是非常的sweet 也准备了我一个蛋糕 非常漂亮的 谢谢你 最重要的就是 之后我们会补助这个生日 她今天就要跟爸爸妈妈 但是我就要在正日 给她一个美好的回忆 对 朋友嘛要分一杯羹 谢谢 那今年的生意愿望是什么呢 我想把这个愿望就是送给全香港 就是希望大家都可以开开心心 就是遇到就是不开心不顺意的事呢 也能静怀的雨过天青 盈盈生日一定很多朋友帮她庆祝 不知道江嘉敏是不是其中一位呢 因为早前船趴事件竟然爆出罗生门 江嘉敏不止反驳盈盈的说法 还爆料盈盈和尤亨其实一早就认识 日前江嘉敏还在社交网站贴文指 知人口面不知心 话不可以乱讲尤其是谎话 传媒和网友都疑似将矛头指向盈盈 难道他们真的姐妹情不在吗 其实因为我最近的比较小用就是写交的平台 譬如说Instagram已经有超过半个月 我没有更生了 所以其实也不太清楚发生了什么事 要是说到就是嘉文有个post的话 其实我觉得里面要是没有就是指明到是谁的话 就不用忽略的猜猜是谁了 有没有跟他联系问问他是这样的 我觉得就算是朋友的话呢 也不用就是事事也去问的 就是给大家一些自己的空间也可以 那简小用写交网站 你是不是不享有太多事 其实因为我觉得就是26岁了 就是可以给多一些自己的时间 还有空间去好好的思考去沉淀 所以譬如说小用这些写交的平台 也是个好方法 也有报道说 就是你跟嘉明的一个姐妹情已经不在了 是不是有这样的事 没有这回事 而Javis和Edmond这对好兄弟平时合作无间 不过玩游戏的默契就似乎差了一点 尤其是联合主持人都姐有关的问题 他们都答不出来 都姐的问题是在这个节目里面 不是经常出现的 但刚好今天就有出现一个 这关于她以前的聚集的一个问题 但刚好就是我不懂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最尴尬的就是 那个时候杜姐在我们后面 她一直给我们提示 但是我们一直都不知道 是我们的问题还是 我觉得当然是我们的问题 不可能是杜姐的问题 你知道吗 应该是 真的真的那个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所以我觉得真的有非常非常地对不起杜姐 我要爆料 因为刚刚我们进录影场 就是录影场以前 她刚好在门外就看到梅艳 然后说梅艳你今天有空吗 就是好像想要换搭档 对 刚刚我们在找那个就是打给谁的时候 她第一个也是想要找梅艳 所以我觉得她整个人 就是很想要跟梅艳一起搭档 因为之前她在这个节目上面拿到奖金 所以应该去问她 但是没办法了 她应该这个时间 她去拍另外的一些东西 她现在在说什么 我也很清楚你的东西 因为今天我跟你一起工作 所以你才知道吧